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受到误导 成为无知的人 既然信仰的教导很清楚 说到因信可以得到上帝 要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使命跟确信 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的绿法的传统 那在基督徒生命当中 我们因着信来得到上帝的应许 而不是因着做善功遵行条文规章 而来获得上帝的应许 在宗教界里面获得真理的方式 一种是从外修 靠着自我修行遵循条文的规范操练 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确信 另外一个是内练 内修 就是凭着信心 那我们基督徒所要强调的 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要说的 也就是在这个意涵上 可以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信仰的课题 因信 因着信 而可以得到上帝所应许的 在亚伯拉罕是得到上帝的呼召 离开他的故乡 上帝给他应许 他因着对上帝的这样的应许的信 而离开他的家乡 往上帝所要他去的应许之地 这是一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负责 在十字节所说的 也就是要表明这个事实 那在加拉太的教会 这些基督徒 保罗也要提醒他们 可以藉由耶稣基督 来重新得到上帝所要允许给世人的 这样的新的生命 所以在加拉太的这个书信当中所提醒的 也就是要告诉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要再受到当时候一些闲言闲语或一些误导的教导 而来回到这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课题上 必须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 让我们可以看清楚 我们的信仰的真谛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追求当中 我们必须要确信自己所选择的 也确信自己所信的 不要在确信自己所信的过程当中 因着其他的人的闲言闲语 而导致对我们自己所立下的一个 这样的信心有所动摇 必须要一路的跟随 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 跟着祂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盼望的确信 重新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必须要立定志向 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旅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走得很踏实很平稳 或许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跟引诱 但是重新回到定睛看耶稣 这样的一个信仰课题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走得很踏实 就可以领受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 所要重新带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的允许 如同当年亚伯拉罕他领受上帝的允许 因着对上帝的信 他离开的本乡到上帝所要允许给他的允许之地 一样的我们的基督徒人生生命的课题也是 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 我们可以重新领受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 所要给我们的永恒生命的一个允许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在我们的人生生命旅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会遇到不同的环境变迁的诱惑跟阻碍 让我们对你失去信心 看不见你对我们的恩典跟慈爱 求主你帮助我们 有一颗坚定信心 助成看耶稣 跟随他脚中 能够立定志向 来得到这样一个确信 就像当年亚伯拉罕一样的 因着对你的信 他可以离开他的本乡 坚定的往应许之地来前行 为的是要获得属天的应许 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定性看耶稣跟随他 我们要重新 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得到上帝里所要示给我们 永恒生命的盼望的允许 让我们可以活在平安喜的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 靠主圣名求 Amen